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人真的盼望 人生要有盼望 才会有动力前行 或是这个危机四伏的世代 你的盼望间接在什么地方呢? 这集会从一位大财主 与牧师的对话开始 话说在美国德州有一位大财主 有一天请他的牧师到自己的庄园午餐 豪门烟壳当然极尽奢华 之间 财主就对他的牧师说 你知道我多年来为生活打拼 所以不是很多机会参与教会 今天请你来 就是想你看一看我的成就 知道我这么多年来付出的 都是值得的 牧师只是在这里微笑 并没有回话 饭后 呼号请牧师到豪宅的顶层 然后很自豪地说 牧师 请你看看前面 看不尽的梁田 都是我的 左边有一个大森林 也是我的 你再看看右边 那里有一片很大的果园 有数之不尽的果树 同样是我的 还有 我说你看一看后面 远处不是有开采着石油的油田吗 都是我的 说完之后 呼号好像在等候着牧师的赞赏 牧师又再微微一笑 这样回答他 我弟兄 你确实花了不少心力打造自己的生活 不过在那里 你有些什么 讲话的时候 牧师的手指向天上 呼号突然间一脸妄言 无言以对 你看会这位 自以为人生赢家的大富豪 正在面对什么冲击吗 在福音书里面 都记得耶稣曾经提过 有一位和这个德州富豪 类似的人物 好能够反映今天 不少人对人生盼望的态度 《路加福音》12章16到20节 记载耶稣说过一个比喻 主人翁是一位田产丰盛的大财主 在那个时代 田产丰盛代表财富很多 这位大财主 明显将生命丰足和喜乐的盼望 建立在丰厚的财富之上 他用尽心思计划如何累积财富 计划似乎都很周长 他应该如何拆除原有的粮仓 重建更大的 如何将田产 就是所拥有的财富 储存可当 这样他就可以衣食无忧 安安乐乐地享受人生 耶稣口中的财主 同样将人生的喜乐 成就安乐 稳妥的盼望 寄托在物财富之上 你的内心 有没有这样的想望 你的教会 是不是都有类似的计划 就是花尽心思和行动 去累积更多财政储备 量日为出 与应付教会的开始 其实经徒认为 用合情合理的手段 累积合理的财富 本来是无可厚非的 耶稣这个比喻的核心 或者是德州牧师对大财主的回应 要提出的真理是 物质丰厚 并不能够令你的人生 得到真正的盼望和安稳 因为你和我的人生 已经和永恒挂钩 那位德州的牧师问大富豪 他累积了多少财富在天国 因为耶稣清楚提醒我们 要努力积赞财富在天上 六哥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 都记得耶稣有关那个财主比喻 结束的时候 是这样说的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不要将生命的盼望寄托在物财富上面 金钱物欲的追求 只会越发挑起你追求物欲的心 令你忘记了 人生真正的盼望 其实在掌管生命 掌管万有的主受众 让经徒跟你一起祈祷 求主让我们学习善用财物 同时跨越物质的诱惑 掌管天地万有的主 我们知道你是信实有慈爱的 求你监察我们的内心 因为我们很容易将盼望 将安全感寄托在物质丰厚之上 也很容易以累积更多金钱 以拥有更多物质 来取代对你的信靠 求你赦免 我们深信心 我们深信你是看顾我们的主 求主让我们学会知足 又学会怎样积财宝在天上 让我们真正经历 信靠你而得的喜乐和盼望 活出逆境追光者应有的生活态度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求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